北京人口中的捏肉面是什么意思 对台湾小伙游陈浩而言 这曾是一度困扰他的难题 2006年游陈浩来到中国农业大学 共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又在2019年回到北京创业 现在他和朋友联合开半期动物医院 一同为小动物提供医疗服务 哎呀大夫我这狗特别捏 嗯 就是 不懂 他说我叫狗特别肉 嗯不会啊 他挺瘦的 他的意思就很慢 或是说你很面 就觉得到底说啥呀 谈到来北京创业的感受 游陈浩表示 跟南方人相比 北京人讲话更直接 出来北京会感觉 人们说话有点冲 但时间久了 游陈浩也逐渐习惯了 这种直来直往的沟通方式 咱们北京人这边讲话比较直接 台湾人会觉得我不愿意跟你有正面冲突 所以当我跟你说不行 你会觉得他会觉得好别扭 有时候主人会催眠自己 就说我的狗会好的 所以医生我的狗会好的对不对 不吻的狗要死了 所以他没问题吧 没有 他快死了 所以他有救吗 没有 他快死 他真的快死了 2018年2月 大陆发布实施汇集台包的31条措施 公布向台湾居民开放的国家职业资格考试目录 游陈浩第一时间去申请兽医资格 以前台湾兽医师薪资待遇因为没有资格证受影响 现在台湾兽医师在大陆工作更安心有保障 在北京学习生活多年 游陈浩也见证了经济发展给动物医学带来的变化 在游陈浩看来 除了医疗设备又飞跃的发展 大陆的年轻人肯吃苦 敢问 敢做 敢冲 年轻一代的兽医师 外语能力和专业能力也都很强 而对台湾兽医师而言 来到大陆也会有大的施展平台 这里的机遇很多 部署给台湾 这边的平台比较大 所以相对来说 他可以发挥的 就是他所学的东西 或者说他所学的就比较多 另外一个经验的积累 因为这边的病力量比较多 所以他可以积累很大的病力量 另外这边相对来说 他可以触及到世界的触角 不会输给台湾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